哎呀 就像我剛剛講 太久沒有看到你了 你的歌真的別人來唱 真是沒辦法唱出你獨特的味道 不敢 最近都在忙一些什麼呢 最近剛剛出一張新的專輯 那麼這張專輯是由我自己製作 我花了五個月的時間 來籌備這張專輯 這期間我常常去大陸 做我的演唱會的工作 也安排了很多演唱會後續的東西 我相信身為一個歌者 在演唱會的舞台上面 我想你是我的前輩 你應該更了解 一個藝人有這樣的舞台 不管是唱片 演唱會 能夠擁有這樣的舞台 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 我覺得是最最最最 哎呀 這是個工作熱愛的所在 而且音樂一響起 我看你也蠻投入 有的時候眼睛 也不用跟什麼對著鏡頭了 當你在投入的時候 就知道你是一個 對音樂的狂熱 就在其中 說到這個我們江玉恒 這應該算是對大陸他們同胞 這印象算是 你還算比較早期進入他們心感裡的 嗯 對 你比別的歌手好像出發的來得早些 呃 有沒有十年的時間 有 有 十二年 有啊 這記得非常清楚 光說那個鳳飛飛有一首歌 好像叫做 Subaro 日本歌 哦 你的歌名改的叫做 我的心沒有回程 哎呀 這是你那個表情 因為真情流露 我記得那個MTV裡面 這火車啊 那個故鄉的風景 一幕幕往後在倒退著 你那個眼神 還有加上 那個是你們見面的親友 是真的相相同的 真的是親友 我跟你講 那一幕我真的永遠忘不了 忘不了 我在台北 嗯 我本來要出發去大陸 嗯 這個 去派東西 是是 出發三天前 我收到一封信 嗯 這封信呢 是在大陸大連的 我的唐姐寄來的 嗯 怎麼寄來的呢 有個台灣的人 到那邊去玩 然後住院 嗯 生病住院 然後住在那個醫院裡呢 是我唐姐在那裡面當護師 然後她知道我的 哎 江玉恒什麼 因為我們家翻江玉 江玉 江玉什麼 她就來求證一些事情 我問了這個台灣這位人 對 希望轉交到我手上 然後我看到之後呢 我就心裡很非常激動 正好要去 剛好要去 剛好要去 然後呢 那一天是禮拜天 是 然後呢 我就派我的工作人員 照著地址去找到地方 然後呢 一看到 全家都在 然後呢 他們證實是 確實是我沒錯 然後我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 江玉恒30分鐘以後會到 他們就傻眼了 真的 真的 真的是好像很戲劇化 那一天呢 是我叔叔 我叔叔過生日 然後呢 全家人都在 意義不同 對 對 對 然後呢 他們真的 萬萬沒有想到 30分鐘我到了那邊 然後呢 我一看到我叔叔 馬上 因為我山東人 馬上下跪 因為我看到他的 看到他啊 我父親 我父親過世很早 那個印象整個是 他長得很像我父親 都像 高土 大媽的 白桿交集 他看到我 馬上眼淚流下來 他跟我父親 40年沒見了 也沒見了 然後你看到我之後 因為我跟我父親長得也很像 也很像 所以所有的回憶 通通到都到眼前來了 對 因為我是 我父親是 就是我們講這個 這個大陸淪陷的時候 從山東到韓國去 那我們又姓江玉什麼什麼的 我們的這個這個 玉字輩的 對 玉字輩的 所以他們在揣摩 在猜測 這可能是我們的 這可能是我們的親人 然後呢 我父親還沒有去就已經過世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的教育 我的家庭教育 我父親就說 將來我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山東 榮城 狂子活村 就告訴我什麼什麼什麼 希望有一天你會回到 有這個機會就一定要回去看看 所以我 好 而且這個 你也是為我們做了不少的 這種怎麼講 也算是你個人的一份心意 因為你是 等於從你出發 就算是來自台灣了 對他們來講 還在當地的一些教育 辦教育的他們人 這些經費短缺的時候 個人還唱了三場的演唱會 為當地這些所謂設備不足 以及經費的短缺等等的 貢獻的力量 來這個要更正一下 當地人好感謝你 因為辦學校其實沒那麼難 其實有那份心 你這份心發起之後 很多人願意跟隨這樣子 一起來共襄勝局 所以說我用一場演唱會的 我自己的酬勞 就可以辦一座學校 其實不難 那錢很大在那 在當地來說是很大 但我們來講 這麼點錢怎麼可能辦學校 對他們來講 可以做到 當然規模不大 所以這個錢這個用法 怪不得他們覺得 台灣人用錢好像花水一樣 原來在那錢是這麼好用 對沒有的人來講 真的錢很大 學校門口還有你的銅像在噴水 阿嬤 阿嬤 那是天使的 阿嬤 是 不過你這麼一個小小的動作 他們以後的學子一提到說 這是 以前很紅的台灣的歌星 他的這個奉獻的這個 使我們大家也這樣的一個設備 你賣東方子可以選很多所學校 真的嗎 真的是四就不用說 不要太鐵公斤了 不管怎麼講 看你這種笑聲就知道 這種奉獻是由內心的一種快樂 謝謝 真的 你來到我們節目中 我剛才講 你這種特質的聲音 尤其像我車子上 雖然只有幾張CD的場合 我只能擺幾片 你那個梅花三弄 都還在裡頭 真的假的 我也唱過片尾的歌曲 我還有點埋怨 我的唱片公司 說怎麼搞的 我也算資深的 怎麼老撈不到片頭呢 他說也不知道 製作單位在當時就把你的放在片尾 結果我就要 我到來看看什麼人唱片頭 一看是你 唉唷 小哥 前輩你不要這樣講 那個音樂一出來的那個聲音 我真的非常的沉浮 我說哎呀 我的聲音雖然說乾淨 或是說花音 轉音很多 但那個前奏 前面的那個 可以說這個戲的脈座 跟你那個歌也相當有關聯 聽到你這麼說 真的給我太大的勇氣跟信心 所以我願意讓弦 唉 沒有 沒有 得到你這樣 真的 位子真的擺對了 謝謝 謝謝 這個戲跟著這個在 很多國家都在發行 各種語言 也很多人問到這個歌的主唱人 我也看過日本人在唱片下 學你的袋子 可是呢 我也不是說要共為你什麼 但你真的是我們圈內的長青書 長青書 除了黃色笑話之外呢 你真的是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的真實 在歌唱的領域來講 絕對是音樂的造詣 那不簡單 那您真搞錯了 我後半段混下來都是靠黃色笑話 不 都是名黃色笑話 我早就收起來了 還好 社會的腳步到這個程度了 啊 是我啦 還有唱歌以外 這個嘴巴還有作用 不過剛才說了說了 就要聽你的歌曲了 好 沒問題 你剛才帶來那兩首是算早期的 接下來帶來一首新歌好不好 我想這首歌 對很多人來講可能是比較驚奇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嘗試過 這種演唱的方式 包括這樣的歌曲的曲風 那麼歌詞的意義啊 意思啊 我覺得比較很有趣味 是 像第一次戀愛 第二次戀愛 第三次經過五次之後呢 因為女孩子出家了 所以我們的歌名叫做 第五次戀愛 第五次戀愛 那把這個江宇恆優秀的第二代介紹出來 來 我們歡迎江小貝貝 OK 來 不錯 叫什麼名字啊 江文萍 幾歲啊 五歲半 算了 還挺準的 還挺計較的 那個半的 五歲半啊 現在 讀幼稚園沒有啊 有 跟同學打架誰贏啊 我不知道 哎呦 那可惜了 家教聲音好像還沒打過架 不錯 不錯 這次爸爸跟妳拉妳的聲音 一起到錄音感覺怎麼樣 好不好玩啊 好玩 好玩啊 哎呦 平常有沒有挨扁過 挨打過 還沒被爸爸打過 有 哎呦 真的啊 那是什麼時候才會挨打呢 不乖 哎呦 她滿福氣的 什麼時候叫做不乖的時候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這個真的是小孩子 現在很早熟 這可以問一些深一點的問題 妳覺得人生快不快樂啊 不知道 這是我的錯 太深了一點 謝謝 依亞 那這次跟爸爸合唱的經驗 這個 以後還有沒有興趣再邀請妳 繼續唱啊 要 以後還要跟爸爸唱對不對 對 哎呦 這是... 她挺有意思的 完全不確場 現在就有一點颱風了 好吧 歌詞記不記得啊 記得啊 哎呦 對 她都是我們可以說 用不完的一個電池 你看了它 你所有的憧憬 趕緊通通起來了 沒錯 沒錯 哎 是是 那這個多造幾個電池 有沒有這樣 我們會這樣的計劃 一個會不會太孤單美一點 有沒有這樣 我也會這麼覺得 希望是上帝眷戀我 能夠讓我多有幾個子女 是是是 多多努力啊 謝謝 謝謝 會的 我會的 努力啊 謝謝 那不敢 您要多努力一下 我會的 我會的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